如果今天没有被邀请 我怎么知道今天要接牌 对啊 我在知道的时候你们要接牌 要不然你没有跟我邀请 全村都不知道今天要接牌 为了研究单位可以长期追踪 穿山甲的生态工作 以及方便民众可以了解保育动物 台湾穿山甲保护协会 在鸾山地区设立了穿山甲生态馆 14号早上邀请当地居民与相关单位 共同举办启用仪式 却遭到鸾山居民的抗议 主人认为不受尊重 居民表示保育协会利用废弃的派出所 当作穿山甲生态馆却完全没有通知族人 土地使用语言就规划 也完全没有族人的参与 但是主办单位认为 应该是横向沟通出现了问题 我们这个协会刚刚成立 人很少能力真的是有限 人力经贵什么通通没有 所以很多地方是大家来配合来做 所以团山社区是由几乎是要社区理事长 来跟村民来沟通跟协调 如果大家都是以那个保育的观念 去做出发的话那是很好 我是觉得这中间大家还需要更多的沟通 还有一些共识这样子 像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有部落要共管 或者是一些共同的可能会有一些利益上的东西 可是我是觉得这些是可以沟通 部分族人认为协会不过尊重地方的声音和意见 都不支持生态馆的成立 保育协会表示将暂缓接用 先做好与族人的沟通之后再择日启用 记者文贺家的办台东言评采访报道